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们很高兴继续请来施生为我们分析楼价走势和市况 施生你好 你好 今天最新一期的CCL收报176.74 按照上升了0.08% 加上随着第三波的疫情进入尾声 二手的交投也持续转往 施生你认为中秋节过后 第四季的楼价会是怎样走呢 之前楼价每个星期都微跌少少 持续有三个星期 现在有些升上 其实都是反映疫情改善 因为有一段时间 每天确诊人数比较多 很多业主自己住在里面 都不太放心给三不息七的人来看楼 所以看楼活动是少了很多 其实 进入九月就已经恢复回了 但是楼不跟买股票 一想起落个order就立刻成交 他就要看楼倾价 经过了之前那段调价 酝酿的时间 我相信 接下来交投会多些 交投多了 价钱升回一些的机会 都有的 这个是纯从短期的疫情 的变化去分析 但是如果你说疫情 长远 对香港经济 都是不利的 因为疫情不仅是香港的事 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 受世界其他地方影响 但是你看看现在 欧洲、法国、西班牙 有些日子 一天确诊都整个万宗 美国都不算很大幅回落 印度那些还在升 变成了世界都仍是受疫情 所拖累 经济不会好的情况下 接下来香港人的就业机会 加新机会 都会受影响 这是不利的方面 但是 另一方面也都在疫情下 各国要救市 救市 现在全世界都用的方法就是 量化宽松 令到货币流通量增加 这些都会令到资产价格上升 所以实体经济就不利 货币因素对楼市有利 所以在一边有利一边抵消的情况下 我认为楼价在现水平增持上上落落的机会比较多 但也没有条件飙升 因为一般人的负担能力 不会改善得很快 虽然负担能力改善得快 需求不会增加很快 但供应也不会增加 供应少 所以需求少一点 对价钱也没有影响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局面 直到有一些更加明显的新消息出来为止 即使今期轻轻这样升 也未算是沉底成功 应该在这个水平 还要真实一下才能看到方向 现在方向性不算很明显 近期疫情也放缓 一众的发展商都加紧推广 甚至他们开价其实都是贴市价 也有一批焦点盘 好像大为上个项目 也有机会在第四季推出 反过来二手减价盘 慢慢已经在市场被消化 施生你觉得 未来二手的成家会否受压呢 如果会的话 哪类型的单位会受当其冲呢 之前疫情除了对二手市场影响之外 其实对一手市场影响更加大 二手市场放开它继续放开 一手市场甚至没有开盘 过去那段时间发展商 发展商情况不明朗 很多盘没有开 但是发展商每年都要交工货 都要出现热职 所以第四季如果疫情不恶化 我认为是集中很多盘 都会在第四季推出 当大量盘在第四季推出的时候 买家的焦点就会被吸引到新盘 因为新盘广告宣传就多了 又发动一些经纪全面去推动 有时还高涌 奖金 经纪之间又要竞争 所以我相信都会有一部分的客人 被拘捕去买一手 二手热主可能会觉得 动力吸纳的力量会弱了一点 但是当一手轻旺的时候 市场气氛就会好 在市场气氛好的情况下 即使二手买少一点 业主也可能站得硬一点 如果纯粹从指数来说 我以前的印象 一手旺的时候 指数也不容易跌 所以你认为 其实一二手都是互相带动 有这样的关系 带不带动 如果一手开低价 那就拖累了 通常发展商第一批出会低价 低价是否会拖累的市 要看同时成交量多不多 如果开出来初初 弄低价测试市 很多人超额 认购一出就抢购一空 这就未必会拖累的事 因为他们可以预期发展商 第二期 第三期就会加上去 所以你要除了看价值外 还要看销售的速度 成交的总量 例如沙田大围的盘 其实存了很久开盘 超过大半年都有 但一直拿不到满意纸 拖累着 现在一开 我相信 各个代理手上都积累了一群客 一开出来开得好 气氛好 价钱不容易下跌 另外 其实现在香港仍未全面通关 一帮内地投资者 都很难来到香港 所以楼市的交投量 其实也减少 这是一个因素 有人说一旦通关 其实内地业主会涌下来卖楼 会令到楼价大跌 但也有人说 反而会令到一群 学习了很久的内地客 来卖楼价 推高楼价 施生你怎样看 到底通关会是一个 令到楼价上升 或下跌的一个契机 刚才你说的那种论调 我听过很多 散播一些内地客 一旦通关会 下来香港抛售手头的楼 有一次过很多楼都放出来 而且很生急想拿钱 会令到楼价大跌 我就把这个问题问过前线的同事 他们是痴之以鼻的 我都不知道谁想出来 完全都不了解市场实际的 卖楼为什么他亲自下来卖 如果他要卖楼现在都卖 买楼又要看过要减货 卖楼打个电话 给我们就可以帮他卖的 如果要签文件 现在都可以送上去签 所以卖楼是不跟通不通关事的 就是你说楼价会跌 你说其他理由 或者别人会相信 卖楼不能下来卖楼 卖楼不用下来的 不要说大陆的不用下来 全世界各地 因为现在中原的同事 因为要隔离撒楼 所以没有到处送票 我们以前送到印尼、加拿大、欧洲 到处都去的 就是我们的员工有成交 他们自己出飞机票都去 因为现在一层楼尤其是豪宅 佣金几十万、近百万都有 所以其实没有阻止他们买楼 我反而有一个建议 让中央想想 现在股票市场有所谓新港通、互港通 你也有听过 我觉得现在内地很多客户 其实想买楼 只不过那些钱就不容易下来 如果中国政府容许新港通、互港通的做法 在地产市场做 就是所有大陆客户来香港买楼 然后就让他抢港帷来香港买楼 买完那层楼去土地质刷处登记 就注明这层楼的钱在内地下来 将来卖了就要沿途归回 这个航空座被律师楼做就可以了 律师楼一查册 是注明的 如果他收了买家的钱 就不会在香港给他 就经过原有关银行 他从哪里来的就去那个位置 即是来买就可以 他可以享受香港楼价上升的好处 但是也没有破坏到国家一些外汇上的规则 如果这样的话 香港楼市就会兴旺很多 当然这一刻如果你放钱下来 当然会扯起楼价 住宅楼价就会影响民生 你可以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工商铺、豪宅就可以开放 另一种考虑就是 就是这个措施设计好 持在手 当市场出现波动 楼价有出现崩盘的机会的时候 你就要拿出来用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一样 最单身出现什么就是通缩 通缩主要不是只是经常性收入减少造成的 通缩很多时候都是资产价格蒸发所造成的 即是你选了薪财源 你都是那年收入少而已 但是你的资产价格可能是你十几十年的积累 所以如果资产价格蒸发的时候 量是很大的 香港都已经两个月 连续两个月通缩 是的 香港的通缩暂时 我相信就不是纯粹 资产价格因素影响 可能某一些消费 因疫情受影响 如果一旦出现真正通缩 或者威胁来的时候 政府是要出手救楼市的 美国QE其中一个很主要做的事 就是联储局去买那些按揭证券 那些人做了按揭证 将它证券化 再联储局帮它买了 那些房利美、房地美 便有钱再借过出来 现在香港就不是银行不够钱 是政府限制很多 从我们的市指数的成交观察 都是一千万以下 八百万以下的交投 就占了多数 因为那些是可以借到八成、九成 一个一千万就难做一些 但是如果你说有通缩威胁的时候 政府是需要开放那些按揭的 那我们今集很感谢施先生为我们分析 楼架走势和市况 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下集再见 去年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